记者周敏鸿桃园报道,桃园市罗姓男子因怯道,侵占等罪嫌,五年前就被通缉,但他狡猾用假名道应征保全公司的工作,并前往不同社区担任社区管理委员会总干事等职务,利用职务A总管委会账户内的一百余万元,昨天被巴德警方查获送办。 罗南,41岁,3月底自称姓陈前往保全公司应征工作,被派往巴德区一处社区担任总干事,上班才两周,就利用职务之便偷窃社区的供款一百余万元后逃逸,无影无踪,让社区管理委员会成员弃战了,但忙报警追查。 警方调查发现,罗南早已因案通缉,但他不怕警察抓,因长相斯文,总是狡猾地用假名顺利应征到工作。 离开巴德区的社区总干事职务后,又前往另一处保全公司自称姓刘应征工作,且再度被派往中立区一处社区任职。 还好吧德警分局副局长蔡俊辉指示侦查对小队长陈汉宗追查,及时查获他档案,才没让中立区的社区再度蒙受损失。 警方说,除以侵占,妾到等罪嫌将他送办外,也要扩大侦办他是否偷窃其他社区的供款,同时呼吁各处社区,要重视物业管理制度的缺陷,以免让不肖分子有机可图。